肖哥 你可算来了 你来的真是时候 正好赶着饭点 爸他说 炖了一整天的牛肉 特别香 我没吃过肉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长城脚下的牛肉 特别好吃 闻着牛粪门 飞这么大劲来本京请我 我以为多了不起 就这样 肖哥 你不能一进山沟 就瞧不起人啊 你这不还没实地参观呢吗 不就这些吗 木匠房 铁浆铺 粉条作坊 牛圈 还有一个炖肉的 五大三粗的 不让拍 没了吧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应该为了你 耽误功夫 肖哥 你这是派人 来侦察过了 肯定是没说我什么好话吧 这不还没开业呢吧 怠慢呢 这样 改日啊 一定请他来 我好好招待他 用不着 对你 我已经放弃了 打算回北京 上了高速又回来 就想着当面骂你 为啥骂我呀 大男子主义歧视女性的人 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肖哥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问你 农村 是男人们的世界 不是 会点手艺的 都是老爷们 也不是 为什么 我看五十张照片 一个女性都看不见 你既然看不见女人 为什么请我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不过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怎么也没想到呢 还有 现在什么人 喜欢来乡下旅游 靠什么人 才能带动消费 游客 为什么要进你的体验室农庄 你想明白了没有 别拉着我的车 等一下 肖哥 我承认是我错了 这样 三天 三天以后 你再来 我保证农庄 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哥 这车谁的呀 肖哥 真有这人啊 我一直以为你骗我们的 我问你 招聘了二十个贫困户 为什么一个女的都没有 那年轻漂亮的 都被姬瑞峰挑走了 那大姨大婶呢 老娘们招他们干啥呀 那只能添乱 赶紧写招聘启示 还招 算了 这事 还是交给我